左一句喜欢老婆开心 又一句老婆头贴很心动 接着附上一张自拍照 画面中带着黑框眼镜 带点腼腆微笑的男子迷的女生 行华怒放 两人还谈到婚姻大事 男生已在准备新房 女生因为没帮上忙 还自觉愧疚 以为网恋八年 终于要开花结果 谁知道一切尽 恬然 新美是一位被爱情冲昏头的女子 八年前透过闺蜜介绍 认识了相片中的斯文男 两人一见钟情 女子以为找到真爱 虽然八年来都没见过面 依旧甘之如頤 但因为女子曾经透露想要存家 因此找了对方的道 斯文男开始以结婚为由 说家人要买房子 希望女子帮忙分担一些 前前后后会了十二万出去 女子家人知道她要结婚 却连未来女婿的面也没见过 后来才发现有鬼 在家人的劝说下 女子跑去报案 经警方调查才发现 跟女子谈了八年网恋的不是别人 竟然是她的闺蜜 原来警方调查时发现女子转账都是透过闺蜜的账户 在转交给斯文男 连留下的联络电话都是闺蜜所持有 还以为是闺蜜联合其他男子进行诈骗 但女子闺蜜到案后说出了惊人真相 原来侯姓女子与陈姓闺蜜是高中同学 侯女因为身材圆润又对爱情充满想象 曾信闺蜜当时介绍对象给她 但当时男方不喜欢侯女外貌 闺蜜怕伤了她的心 于是开始长达八年假装网路情郎跟侯女谈恋爱 这位假面闺蜜说为了营造真的有要控除家庭的状况 才会要对方汇款 想说之后再还给她 但这种说法谁能接受 侯女不甘心就这样被骗了八年 最后闺蜜撕破脸坚持提告 以他人的照片伪装成异性的身份 又谎参说家里急需用钱 被害人信以为真而叫付财物 恐成立刑法339条 炸其嘴 而网路世界无情不友 专家也提醒不管情话再怎么动人 还是要眼见为凭 人既相处爱情关系是眼见为凭 第二个 爱情关系里面只要谈到跟钱有关的 这本身就一定有问题 人真的在爱情关系里面要更谨慎 更懂得评估 而且要有的时候能够有家长的陪伴 分享讨论 甚至请教辅导老师都好 才不会这样子一线 再现一物再物 头发中心新闻报道